大家在练的这首歌是这位叫做Vinco Global Card 的先生在1985年的时候写的一个作品 然后Global Card他本来是南斯拉夫裔的 可是他的事业都是在巴黎发展的 他本身除了是一个作曲家之外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吹Tranbon的极星演奏家 所以他是从70年代末期跟另外两三个当时在巴黎很活跃的作曲家 一起想要推动这个他们当时叫做Music Theatre 音乐剧场的概念 很重要的认识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演的这个曲子叫做Corporel 问号 在法文的意思是身体 所以这个曲子自从发展出来之后 当时他是写给一个特定的演奏家 他跟那个演奏家一起发展 那个演奏家是十方乐籍徐柏妮老师的老师 所以是台湾很多 什么都像 台湾很多 那个台湾很多的打击乐家的师祖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曲子是由Gaston开始演 那他从他开始演之后 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打击乐界 想要挑战自己的一种入门曲目 当你准备好可以抛开乐谱 抛开普加赤裸 他当时写的时候是要求演出者上半身要是裸的 他没有想到会有女生啦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八四五 一二三四五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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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1 1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出發風走 好在這 從這裡拍來 開始 開始 從這裡 1 2 3 4 阿~~ 這是一個會像神經病的舞 好驚人喔 你沒有敲你沒有敲 我敲完啦 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先來敲一敲 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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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